据科罗拉多州当局称 一名21岁滑雪男子 在科罗拉多州一条高速公路上 试图表演高风险滑雪特技 结果飞跃失败 跌落在高速公路的人行道上 当场死亡 该事件发生在周二下午3点左右 当时科罗拉多州格兰德县通信中心 接到911电话 称在40号高速公路上 发生了一起滑雪事故 一名21岁的男性滑雪者 被发现失去知觉 且没有呼吸 当局表示 初步调查显示 受害者当时试图通过 40号高速公路的宽度 来表演高风险的滑雪特技 不幸的是 由于缺乏必要的速度和距离 最终落在了高速公路的人行道上 尽管受害者戴着头盔和其他防护装备 但不幸当场身亡 医护人员对这名男子进行了心肺复苏术 但无法让他苏醒 警方称 这起事件影响了 40号高速公路双向交通 调查人员正在处理现场 并保护受害者的隐私 不幸当时试图通过公路双向交通 公路双向交通